第1818集 似乎是有所感应一般 玄灵子看着天上的毒气 似乎又有了新的变化 这说明是又有人进入这里了 说不定那个人真是叶真 想到这里 玄灵子的心情一下子激动起来 老头子给我安分点 就在这个时候 从毒气林中一把锋利无比的长枪爆射而来 诸天神魔枪去 来人赫然是叶真 当毒林中杀气腾腾的叶真走出来后 林觉龙的脸上充斥着意外 他没想到叶真竟然这么快赶来 而此时被叶真爆射出的诸天神魔枪也飞快而至 直接对准凌无极的胸膛穿过去 虽说林无极也是高手 反应迅速 但这一枪叶真全力出手 威力巨大 武道意运更是所向披靡 经过击煞之国 叶真更强了 叶真没有第一时间动用煞箭 他知道 现在的自己还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使用煞箭 林无极只来得及稍稍侧身 便被一枪穿过身子 直接穿飞了几百米 钉在悬崖上 生死不知 废物 林觉龙看了一眼被一枪穿飞的林无极 眼里没有半分怜悯 叶真 我警告你 你若敢靠近一步 我就杀了他 不得已 林觉龙只能希望玄灵子能够造成一点威慑 他的血脉没有吞噬几磷 和叶真对敌就可能失败 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对抗 叶真皱了皱眉头 眼神示意了一下一旁的几磷 几磷也是点点头 没问题 我不过来 叶真摊了摊手 双手附在身后 甚至眼眸闭上 那就 林觉龙神色凝重 将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叶真之上 甚至血脉之力爆发 以并剑影锁定了叶真 叶真稍有动作 他便全力出击 甚至说话的同时微微后退 不过他话还没有说完 身后一道毒掌便向他袭来 这是来自几磷的议长 林觉龙仓促之下被击退 而也就是这个时候 叶真冻了 极武神闪发挥到极致 宛如一道惊雷在大地炸裂 所过之处形成一道千丈沟壑 叶真如游龙一般 刹那间来到林觉龙的面前 那突破神国武道之意的一击 骤然降临 这一拳他要抹杀林觉龙 林觉龙微微一惊 他不该忽视几林 现在面对两人他必死无疑 他也不打算再留守 这一刻气氛凝重到极致 林觉龙早就不是曾经的林觉龙了 见证了万神之巅的决战 林觉龙知道野晨的一拳 蕴含着什么样的力量 如果真被砸中 他必死无疑 情急之下 林觉龙放弃了玄灵子 更是将玄灵子丢了出去 玄灵子 野晨猛地收力 一股无尽气浪涌动 将重伤的玄灵子 轻轻地放在了几林的左右 师父 几林猛地冲到玄灵子身边 倔强地眼泪落了下来 玄灵子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摸了摸几林的头 几林 哭什么 这种伤对我玄灵子来说 不算什么 夜晨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玄灵子没有危险 那他也该做正事了 他那充斥着怒火的眼眸 紧紧地盯着林觉龙 开口道 华夏之时 没有将你抹去 现在 我亲自送你上路 下一秒 夜晨化为一道惊雷 向着林觉龙冲去 该死 林觉龙神色一沉 下一秒 周身包裹着一团极其紊乱的黑气 牵影覆灭 林觉龙的手掌 如同一张大网一般向几林笼罩而去 黑丝缠绕而成的黑网上 有着一股让人心惊的力量 法则之力在上面运转 在他看来 既然失去了玄灵子 那想要对抗夜晨 必须拿下几林 此刻的几林 已经将师父玄灵子安顿好了 看着大网而来 心中的怒意滔天 不甘示弱 逼出一滴精血 毒杯直接挤出 毒杯在手中翻转 而后迅速扩大 试图抵挡在他的面前 毒杯发出砰的巨响声 果然抵挡住了林觉龙的牵影覆灭 几林虽然没有轮回血脉 但是他知道 如何巧妙地借助精血 利用毒杯的一部分力量 毒杯坚硬无比 放眼神国没有力量 能将之摧毁 他虽然无法用来战斗 但是阻挡绰绰有余 林觉龙 你这个卑鄙小人 有本事冲着夜晨去 就是到一大欺小 现在你如何动我 而此刻 林觉龙见到自己的一击被阻挡 竟然没有任何失落的表情 甚至嘴角露出了一丝猙獰的笑容 游戏才刚刚开始而已 夜晨却注意到了林觉龙的冷笑声 心底一沉 他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 正当夜晨想向着林觉龙而去之时 一道黑色长枪击射而来 正是他的诸天神魔枪 被夜晨偷袭重伤的林无极 突然出现在夜晨的视野之内 手中更是握着一柄血剑 眼睛血红死盯着夜晨 夜晨小儿 杀我侄儿灵久消 我要你偿命 血剑冲天而起 卷动着一番天地 随后猛然往下砸去 这一剑连天地都为之变色 夜晨隐隐发现 林无极周身的气息极其古怪 并且实力不断攀升 这是什么手段 就好像燃烧了血脉一般 刚才一枪都没有杀死林无极吗 就在这时 轮回墓地老苍的声音响起 小子你要小心 此人和林爵龙一样 吞噬了一部分觉醒的上骨血脉 现在的他正动用某种尽数 短时间将那些血脉的力量全部爆发 他要以生命的代价拖住你 夜晨眸子瞬间凝重了 苍眼灭灵掌 面对这一剑 夜晨面色不变 直接打出一掌与之接招 剑与掌直接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土地飞扬 无数的尘土飞起 遮蔽了众人的视野 而这个时候 林爵龙悄然出动 独猿谷内战斗声不断响起 无数的毒兽 在其内惊恐地望着战斗传来的方向 然后朝着反方向离去 这些妖兽通常五感 都要比普通人强得多 能够清楚地感知到 里面有几到十分强大的气息在波动 而当烟尘散去时 场面一下子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林无极不知道使用了什么秘法 整个身体扩大了好几倍 一丝丝血雾更是从身体内爆发而出 蒸发至空气中 眼珠更是恐怖 只能看见眼白 不过战斗力端是恐怖无比 一时间牵制住了夜尘 让他无法及时赶去救援吉林 并且零无极的气息在衰退 显然燃烧血脉只能极短的时间爆发 而此刻吉林周围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剥夺你的先天毒体吗 因为我在血蒙之中知道了一个秘密 曾经有一个掠夺血脉的强者存活了下来 他吞噬先天毒体之后实力暴涨 而你就是为我而生的 哈哈哈哈 吉林脸色苍白 他想施展竖法 却发现一双大手直接扼住了他的脖子 更是硬生生的将他提了起来 想要小命的话 就乖乖的不要动 否则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说完 林觉龙五指握紧 一丝丝血迹从吉林的脖子上留下 让他不敢再乱动 吉林 见吉林被抓 叶辰神色凝重 抽出一旁的诸天神魔枪 枪尖上顿时冒出一股狂暴的火焰 犹如鲜血一般猛的刺向 林无极 龙游 霸天剑 林无极不甘示弱 同样使出自己的最强一招 血剑迅速变大 卷动着无比气浪射向叶辰 给我破 叶辰所有力量聚集在枪间一点 猛然往上一顶 能够捅破天的一击 当即将血剑击溃 诸天神魔枪穿透而过 轰然点在林无极的身上 林无极不甘地倒飞出去 放了吉林 叶辰枪头一转 怒指林觉龙 让我杀了你 我就放了他 如何 林觉龙玩味地说道 对于这种玩弄人的把戏 他觉得格外有趣 好 叶辰毫不犹豫地道 你既然想要杀我 那就把他放了 我任由你处置 叶辰 不要 几邻的泪水夺况而出 恨自己实力太过低微 要不是他 叶辰也不会如此 他宁愿自己死去 也绝不会让这些家伙得逞 放心 有我在 没人动得了你 来吧 我和他交换 叶辰丢掉手中的诸天神魔枪 走上前去 而林觉龙的嘴角 也不由自主地翘了起来 早知道叶辰的弱点 又何必费如此大的周章呢 叶辰 你干嘛这样 你快走 我不能拖累你 几邻眼里充满了决心 既然无法帮助叶辰 他也绝对不会让自己成为叶辰的累赘 更不忍心看他为了自己而深受险境 几邻周身的气息涌动 一丝丝爆裂的气息散发开来 显然想要自爆结束这一切 想死 没这么容易 林觉龙的五指化为一阵黑雾消失不见 而后顾忌重施 想要像擒住玄灵子那样擒住几邻 不过叶辰比他更快一步 苍颜灭灵掌 这一掌是叶辰寒怒一掌 掌中充斥着远朝神国的武道之意 宛若一头吞天实地的巨兽一般降临世间 整个大帝似乎都为这惊天动地的一掌而震颤 他在击煞之国就将摩帝的这一掌 融入了自己的理解 使他更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